在地的社區社團接續帶來精彩表演 埔黎鎮廣城裡是客家聚落 去年遊客委會補助經費 新建小補社客家民主文化園區 包括入口意向活動廣場及占業舞台 提供客家產業文化活動的舉辦場所 使在地濃厚客家人情味更增添文化氣息 也希望說有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地方上的這些人都能夠充分地利用它 能夠發揚地方的特色跟地方的文化 我相信有了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大家聯誼還是辦活動 我相信這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同時也能夠帶動地方的熱鬧跟繁榮 居民也發揮早期客庄鄉親 共照吃大鍋飯的精神 開辦客家火房 提供75歲以上獨居長輩免費營養午餐 或者能夠讓食材盡量刺激自主 里長羅英雄特別在旁邊 存出一分半的農地 規劃愛心菜園 由志工任養日後能夠為客家火房加菜 盛製作人家吃大鍋飯 我們看到鋪魚的餐廳 每一半都會在泡麵 雖然我不是每一天都在看 但是我很快去就泡麵 所以我就說這樣 来利用 拜一到拜五 他的事实在外面 在探钱的中间 他独起来出 社区这边来做一个爱心的餐店 中道时来做好吃 议员廖志诚表示 广城里原名小普社 其日盛产甘蔗 更是重要的商业网来交易地 近年来客家社团交流频繁 客家民属文化园区的启用 提供联谊之处 更能够彰显与宣扬客家风貌 带动地方产业的活络 首先以前在我们大宝里地区 北角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的一会堆 早期也有我们的 这个飞车 替档车 就是说 在我们的所有的农产品 一个集中的所在 这会 文化园区的客家园区的 路征使用 我想这是多功能的 可以让我们大宝里地区 所有的客家的文化活动 有一个真好的所在 做一个活动的表演 爱心菜园在志工的用心照顾下 云美就意志武的中午 提供最纯净优质的蔬菜 给社区长辈来食用 让长辈们不用再依赖泡面 解决一餐 也能借此与人互动 先化家常 民意新闻洪一伦 玻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